是柯文哲不表態這個事情 那國民黨今天已經說了 國民黨的歡迎人歐陽龍說 國民黨認為在各方立場 以意見上有其議 而且富有堅持的情況下 仍應維持民法原樣不輕易變動 兼顧去年11月24公民投票結果的效力 以106年5月24司法院視線的精神 他說國民黨認為草案 仍需充分穿著各方意見 待行政院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後 立法院國民黨 將召開黨團大會進行討論 我覺得他現在也不敢說 我一定會說 我告訴你 你剛才說柯文哲的態度 那個叫狡猾 他本來最早講的是 人家結婚官你屁事 後來他就不表態 這叫狡猾 可是應該講說 蔡英文在選總統的時候 講說我支持婚姻平權 我幫國民黨也講一句話 國民黨也曾經貼過 他支持婚姻平權 所以那個叫虛偽 我覺得 我剛才聽義中在講教育 我自己我三個孩子 那我最小的孩子 現在小學三年級 我不認為學校 該有什麼同志教育 或什麼教育 不應該有這些教育 但是我們學校要有個教育 叫做尊重的教育 以前他說那個好娘 我說那是他的 他就是這樣子 你要尊重花園裡面 每一朵花開的不一樣 有人喜歡這個 有人喜歡那個 我們教孩子去尊重 不同傾向的人 這是社會美好的一面 而不是告訴我們小孩子說 我有一個標準 以我為準 跟我不一樣的 叫做有病 我不相信有個父母 會這樣教孩子 我們絕對不會教孩子說 我就是這種的 跟我們不一樣的都有病 那個大概是大清帝國 以前的時代的教育 尊重的教育 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所以在這一次 處理這個事情 國民黨他也講了 因為有一個大法官 釋憲在那裡 因為有個公投在那裡 所以在這兩件事情上 你一定要去處理 我們尊重性傾向 保障所有人的權益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講清楚 沒有教科書的問題 因為過程 太多人放弄假謠言了 沒有收養的問題 而且都要守真 淫亂 不管是異性同性戀 都有那種人 那種人是另外來處理 那個他配偶要去處理 但對權益的保障 要法律訂定支 可是法律訂定支 用出這個方法 就是尊重公投 我們採取專法來設定 而專法設定的是 保障他們權益 那權益是什麼呢 兩個人之間 那個婚姻的關係 所以我剛剛說 我們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很多人會引進據點 研究 個案 我自己做研究的 我都可以去引 各對我有力的研究 來執生自己講法 我覺得那個說法 不見得有意義 給我一分鐘 來 易中佑 那你怎麼看柯文哲不表態 我覺得他不可能不表態 因為他如果沒有表態 他的支持者會失望 你要知道 包括最新的民調 我們可以發現 即便韓國瑜是全勝 可是在20到29歲 柯文哲還是一隻独秀 那這個年紀20到29剛好就是我自己教書的這個學生的年紀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 我看百分之九十都挺同志的 所以當柯文哲他如果不表態的話 我相信他20到29歲 這個年輕時代他會流失的非常多 所以我也不覺得他不表態 我覺得他現在只是看風向 但我相信以他的 所以狡猾 不是狡猾 就是以他喜歡看風向的個性 因為他的年輕支持者實在太多了 那年輕人基本上 他同志這一塊基本上就是 我自己相信什麼我就說什麼 對啊 我看風向再來判斷 那不叫狡猾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 就對柯市長來講 他每次有說到牆頭草還是什麼 所以這件事情會對他有傷 就是說這些年輕網友 他的柯粉其實很多是很忠誠 可是當他們發現說 在這個重要關頭的時候 他們的市長卻選擇不表態的時候 我相信這些柯粉心裡面會有底 這個對他未來應該是會有影響 這樣 你不是選邊支持不支持同婚 這個應該回歸到本質 你相信750萬票公投 難道他都是藍的嗎 或者都是白色的嗎 不會嘛 他藍的綠的都有 因為他本質性 他透過公投 他閱讀了相關資料以後 本來這個議題是非常冷的 好啦 沒關係了 叫國民黨給他推翻了 就是因為他必須去研讀之後 他才有他的正確的選項 才有700多萬 他會去做他的選項 他是超越藍綠的 你必須回歸到本質 OK